明報前總編輯 劉俊濤 江天化日 被斬多刀 身受草傷 心中不停問 為什麼 撿筆 拍照 會招來殺身之禍 新村黑衣 首大南絲帶 一批新聞工作者 新聞系學生和市民 站滿大半個天馬公園 以墨站五分鐘 表達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 大會準備了一幅 寫上The Can't Kill Us All的橫額 等新聞工作者寫上 對劉俊濤的祝福 記協主席岑宜蘭認為 劉俊濤遇襲一事 絕對關乎新聞自由 我們做新聞工作的 是應該有一個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讓我們自由去採訪 如果我們帶著這些恐懼 來採訪的時候 香港的市民是會最終受害 或者受損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絕對 絕對地跟新聞自由有關的 我很欣慰的一件事 就是不論左中右 不論政黨 不論大家都放下了意識形態 大家一起走出來 來反暴力 緝真空 所以這次我們的五個新聞團體 是五多年來第一次走在一起 我們都給社會一個信息 我們是反對暴力 我們是要捍衛新聞自由的 這次因為在暴力威嚇的事件前面 我相信新聞界不論你的背景如何 不論你的政見如何 大家面對著這個關口 大家面對著這種暴力威嚇 對我們社會這種威嚇 我相信整個行業來說 這次大家的立場是一致的 記業的聲明說 這次的墨站行動 是希望劉進途知道 在他承受暴力之後 其他的新聞工作者 會和他一起緊守崗位 無線電視記者 尖前詠布特 我們記者陳嘉欣 現在就在遊行終點警察總部 交給你講一下現場情況 新聞是業界協會的一些代表 就是現在等待 將他們收集到的市民一些簽名 和他們對於劉進途遇襲事件的聲明 交到警方手上 說回今天的遊行人士 除了一些新聞業界之外 亦都包括市民 首先就是新聞業界方面 首先就是有明報的一些員工 除了記者之外 一些非偏彩人員 亦都參與了今次的遊行 他都穿著自己印製的一些T恤 參與今次的遊行 今次的遊行 全部的市民都響應大會的呼籲 穿著黑色衣服 遊行到來灣仔警察總部 亦都系上一個藍色的絲帶 寓意繼續捍衛新聞自由 遊行人士來到灣仔警察總部 就會將藍色絲帶 貼在一些橫額那裡 現在再一次看看現場的情況 看到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 趙應春把他們收集到市民的簽名 以及對於今次明報前總編輯 劉進途遇襲事件的一些聲明 交到警方的代表那裡 他們再次重申 希望不會再有反暴力的事件 亦都希望警方能夠努力去緝拿 今次劉進途遇襲事件的兇徒歸案 明報早前已經表明 會有緣紅306萬輯控 現在警方剛剛接過了信 打算發表一些回應 看到現場多個不同的新聞業界和市民 都在現場聽一聽警方的回應 現在看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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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任何暴力市民的發生 在這方面 香港警方 不舒服 香港的事務都不舒服 我們的目標都是政府 一定要編排跟控 我在這裡呼籲 如果有這間案件 資料的朋友 或者市民 希望他們引申而出 我們警方不舒服 Yes 那麼我們這些計劃 請問 警方剛剛的代表說 他自己的認識就是劉順圖先生 他說他會全方位 警方會全力和全方位去緝控 亦都呼籲市民和現場人士 如果有任何關於今次遇襲 劉順圖遇襲的消息 即時向警方提供有用的消息 我會留在現場跟進最新的情況 先回給新聞報 好 謝謝 雲南區明兇圖在火車站斬人事故 增至最少29人死亡 140多人受傷 警方擊敗三男一女 以及拘捕了一名女兇徒 指事件是恐怖襲擊 由僵毒分子策劃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 要求全力破案 事發的車站售票廳一片混亂 血跡隨處可見 孩童行李四散 公安和特警趕到現場持槍戒備 將火車站前的北京路近一公里封鎖 遺報兇徒 又在現場搜證 檢走相信是行兇用的西瓜刀 有目擊者說 見到兇徒見人就斬 來的時候我到這裡一看 形勢不得了嗎 拿著刀在殺人 人在蹲我那邊跑 我用我那邊跑 那就是這樣 竟然去殺 看了什麼 看了然後跑在上面 後車頂的一樓 一樓按著看 按著看就出來 然後跑在底下 跑在那個 出站口的底下那個 然後跑轉了 那就這麼長的 到時候拿的是 換個身口 走得到這個沒得法 用催淚槍打 催淚槍開了三槍 但是都不得行 走得不走 走得到那邊之後 然後才開始取別 內地傳媒報導 大部分兇徒穿黑衣和蒙面 昨晚9點進入昆明火車站的廣場和售票廳 一路見人就斬 持續7至8分鐘 現場曾經傳出槍聲 報導說 由血跡分佈分析 相信兇徒在火車站售票廳開始行兇 之後由大廳去到車站廣場 進入臨時售票區 最後4人在路口被警方擊斃 案發之後 大堂響起警鐘 多架警車到場 不過率先到場的警察 大部分並沒有配槍 只有警棍 有目擊者說 見到至少兩個民警被斬傷 近8個乘客就湧到火車站附近的油谷躲避 幾個保安自罰拿著大蝶棍在門口守著 另外也有傷者走入火車站附近的賓館 昆明市政府新聞辦說 現場證據顯示 這次事件是由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 當局一度呼籲民眾不要外出 留在室內 而在昆明火車站發生暴力事件之後 網上有消息說 昆明市其他地方也發生類似磁械傷人事件 雲南省公安廳已經否認 指有關的消息是謠言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去到昆明處理事件 為問傷者和死者交屬 孟建柱指暴力恐怖分子喪盡天良 必須以堅決態度有力措施嚴厲打擊 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政法機關全力破案 依法嚴懲暴力恐怖分子 總理李克強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 加強治安防控措施 做好人群密集公共場所的保安工作 無線電視記者 楓月明報導 今年兩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滿一年 過去一年有多個個維權人士被判刑 內地維權人士胡家認為 習理體制形成後 中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開盜車 不少政治事件被淡化成刑事案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太太劉霞的弟弟劉輝 因為欺詐罪判監11年 內地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智永 因為罪中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判囚4年 都引起歐美和人權組織的關注 內地維權人士胡家認為 在習理體制下 人權狀況開盜車 言論自由空間明顯收窄 一些和維權人士有關的案件 不再是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認為可能是中央想淡化政治色彩 他現在採用的是一種刑事罪名 不是政治罪 這也是一種倒退 就是他現在不給你用政治罪 這樣的 他甚至不給 就是說某種意義上 他不給你這個光環 不給你這個光環 給人的印象就是一些導亂分子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政治氣氛可能被以往放鬆 夜首被指為八九民運思想起源 紀錄片河湘主題曲 天下黃河九十九度彎 在今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出現 加上有關已故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資料 去年開始在內地網站解禁 都引起不少討論 有輿論認為中央對六四的態度是有所放鬆 不過有時事評論員就說 這些只是北京高層策略上的調整 不代表短期之內會平反六四 他知道今年六四25周年是相當敏感 所以如果他是去死頂的 好像以前江澤民那個年代 不斷去強調中央當年的定性 和當時的鎮壓是合理的 就自然引起大家更大的反彈 他只不過是讓這類情況稍稍放鬆 然後引發外奸的一個聯想空間 從而減少對官方的指責 而內地去年年底廢除執行 超過半世紀的勞教制度 被輿論視為中央圍負人權的一大進步 母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報導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靈感來自問題 今次這個設計的概念 其實來自一個字 那個字其實就是question 即是問題 興趣影響設計思維 因為自己本身喜歡看科幻電影 所以在家裡想多些科幻的元素 雅蘭藏路特約 安勞窩 今天J2 香港地,速度快,機會多 賺錢過了就沒有 懂得把握才可以爬得更高 這麼多年來 我也是靠物業來幫忙周轉 但我只信專業 所以我找浩天財務 他們的高硬物業議案 專業可靠,審批爽快 利息還想不到的那麼合理 懂得用物業周轉機會 謝謝Smart 浩天財務,助你輕鬆過渡 浩天金融集團成員 催明家旗,2014年行程 現已隆重登陸 重點推介冰島及格陵蘭極地旅程 及南極15天科研船探索之旅 名額有限,報名重促 帶你滲入暢遊歐洲國度 及巴爾幹精彩行程 波斯古國,伊朗及北非明珠 突離西亞都是不容錯過 越早報名優惠越高 詳情請致電2781-1900 或與各大旅行社聯絡 Astie Lauder開創亞洲女性微收穫時代 波天方Micro-Axions微精華原生液 革命性微分子力量層層滲透 激活收穫力 觸發再生力 強化防禦力 肌膚淨透彈滑 重回原生境界 搭配Advanced Night Repair 令精華功效時半功倍 Astie Lauder 預約堂破壁靈芝包紙 拖步臨床症實 或有助穩定血脂 血糖膽固醇 預約堂破壁靈芝包紙 今天萬零出位價 195元千萬不要錯過 passes 分數ектив 紅度產品 最 strong's 影片給一次 解決 最清楚的 光線 解決 filmmakers 第幾番 是 解決 conteúdo 領域可以無限擴大 發揮投資智慧 力量無遠忽解 時富金融 憑著極速移動投資平台 打破市場時間地域阻隔 創造極速力量 衝破投資界限 移動交易 極速無解 時富金融 回到新聞時間 烏克蘭局勢仍緊張 大批相信屬於俄羅斯軍人 進駐克里米亞 美國總統奧巴馬 要求俄方撤走軍隊 克里米亞首輔新飛羅波爾 星期五有超過20輛軍車出現 車上都掛著黑色的俄羅斯車牌 之後一日 克里米亞城市巴拉克列亞 就有大批穿著制服的軍人進駐 但他們制服上沒有標記 表明他們是俄軍 而俄羅斯當局也沒有證實 已經派兵到當地 大批支持俄羅斯的民眾 都來到歡迎軍人進駐 有人又拍到 上空有軍用直升機飛過 而基地在克里米亞的 俄羅斯黑海艦隊 已經派出裝甲部隊進入克里米亞 加強駐軍安全 並已經進入備戰狀態 俄羅斯黑海艦隊 有大約50艘作戰艦艇 25,000個軍人 包括海軍陸戰團 防空導彈團等等 俄羅斯中東普京 星期六獲國會批准 派軍隊進入烏克蘭 保護俄羅斯利益 烏克蘭代總統 陶爾奇諾夫下令 武裝部隊全面戒備 防範入侵威脅 又提升核電廠 機場等設施的保安 烏克蘭官員已經要求北約 保護烏克蘭的主權 北約當地星期日會開會商討 美國非常關注烏克蘭的局勢 總統奧巴馬和普京通電話 過半小時 指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主權 要求俄方撤走軍隊 又說會暫停參加由俄羅斯主持 即將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預備會 普京強調 烏克蘭的俄裔民眾正面臨實在的威脅 所以必須保護 無線電視機者劉偉軒報導 美國指責侵犯主權 並提出派國際監察員到烏克蘭 烏克蘭多處都有支持 和反對俄羅斯的民眾示威 更加演變成衝突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商討烏克蘭局勢 美國指責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主權 它是可恰的 俄羅斯聯合國會 普遍會出走這間區域 去強調 全國外交流和正確 但在烏克蘭的俄羅斯 俄羅斯的行動 正在俄羅斯侵犯了 烏克蘭的正確 和平和安全性 他認為俄羅斯應直接與烏克蘭溝通 並由聯合國等組織 派出國際觀察員到烏克蘭 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休爾金 就敦促烏克蘭新政府 先處理好國內的激進分子 而烏克蘭代表 就促請俄方立即撤軍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又跟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要求他跟烏克蘭當局對話 化解危機 在親俄的烏克蘭東部 多個城市都爆發示威 其中是哈爾科夫支持和反對 俄羅斯的示威者對視 幾百個俄羅斯支持者 衝擊行政大樓 他們打爛大樓的玻璃 企圖趕走大樓裏面的反俄示威者 有人受傷 在基赫的美國大使館外面 就有示威要求美國協助 穩定烏克蘭局勢 他們說烏克蘭無法抗衡俄羅斯 希望英美等國出手相助 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道 回來本港 二十幾個街工成員和市民 遊行到政府總部 對財政預算案表示遺憾 街工批評財政司長曾俊華多年來 都錯估財政盈餘 但只最快七年後 可能出現結構性財的赤字 同時又未有長遠的措施應對 例如是稅制改革 調高對大企業稅額等 建議盡快撤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預算案提出預留六幅的啟德地皮 在明年抵出推出 用來興建特色酒店群 酒店熱人士指 五星級酒店的投資額高 認為政府應該先有具體的計劃 區內發展藍途以吸引業界 有沒有想過在昔日啟德跑到尾 能夠有高級酒店飽覽為港境呢 政府說這個地段位置優越 新酒店定位在吸引高消費旅客 不過根據政府數字 近年中價酒店的入住率 都高過甲級高價酒店 酒店業界說 現時需求集中在三四星酒店 而建五星級酒店 涉及龐大投資金額 認為政府應該先做好鄰近的配套 例如是交通、展貿 及運動場館等的設施 才可以成功發展高增值旅遊 建一間酒店 如果是五星級酒店 不論有地價有上蓋有其他東西 我相信如果現在你看看 當然現在賣一間酒店房間 市價當然是去到八百萬 到過千萬都有 那就是這個市價 但建一間酒店來說 我相信都要三幾百萬 一間房間 如果老企業什麼都沒有 沒有配套的 那你見不見我們在中環 金鐘那些酒店旁邊是沒有配套的 有業界人士就認為多建酒店 可以令到房間租金穩定一些 對旅客有利 國際品牌五星酒店 大約都是三百兩四百元美金 這些屬於正常的 任何商品價格都是根據供應而決定的 供求的問題 當有需要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應聲而加價 而旅遊發展局就歡迎政府的建議 說在啟得起特色的酒店群 可以提升香港 特別是九龍東的旅遊吸引力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 車路士作客擊敗富咸 綁手優勢擴大到四分 車路士龐大的陣容都球櫃中後段 開始發揮威力 舒賀爾尼在52分鐘為車路士打破僵局 這個德國進攻球員 不算是車路士的必然正選 但能夠把握上陣機會幫助球隊 在65分鐘射入第二球 這場最搶劍的亦都是舒賀爾尼 把握了三個入球機會 到69分鐘完成武指氣法 就算被榜尾的富咸由希丁加破彈 車路士都贏3比1 綁手優勢擴大到4分 加因原本排第二黃山的阿仙奴失分 作客輸給史督城 狀態媽媽的奧斯爾做後備 阿仙奴在下半場輸12碼 哥斯尼明顯的手球 和達斯主射入網 就在76分鐘射入球 令阿仙奴輸0比1跌落第三 同日贏多的利物普籌升上第二 無線電視記者留片輝報道 蘇格蘭甲組足球聯賽 格拉哥斯流浪作客擊敗東法庫 藍衣的流浪是蘇格格榜首球隊 他們要到保時階段才打破殭局 球員在對方禁區內被踢跌 獲得12碼 隊長密鼓樂志主射入網 令他們贏1比0 在榜首以24分搖搖領先 稍後回來有天氣報告 內容民和大家提天氣 又和大家看看分區氣溫 截至下午1點 各區錄得的最低溫度 普遍介乎17至19.3度 最高溫度方面 普遍介乎20.6至22.9度 游轉看看衛星雲圖 通過季後風只是影響著華南 同時看到華南上空 都有一些薄薄的雲層 所以預測今天是大致多雲 能見度會比較低 稍後有一兩陣雨 吹和緩的東風 風勢逐漸增強 未來幾天大致多雲 而早上就會清涼 而預測今天下午 計算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就是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而1點鐘錄得的紫外線指數 就是2 強度屬於低 最後看看各大城市的天氣雨傘 廣東省方面 潮州 梅州 惠州 和深圳有趙雨 東莞 中山 江門 和珠海都有趙雨 清遠 廣州 兆慶趙雨 湛江多雲 新德里 有武 卡拉奇趙雨 孟邁天晴 迪拜明朗 天氣先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工作之外 你值得擁有更多 机会之快 你值得果断把握 财富之劳 你值得深言尺道 投资称号 全因你值得 浩天金勇 助你网上称号 glorieskygroup.com 交完蛋白 一年又一年地流失 一定要停止 Tripolar Stop RF 射瓶时光机 将美容院的胶原子生技术带到你家 还快点亲身体验一下 齐创未来显成就 勤力拼搏 打不死 LA发扬香港精神 LA注册会计 快 8小时开香港有限公司 1505元 快 2天开英国离岸公司 5200元 快 5天开美国公司离岸公司 5200元 强势服务 中国商标人民币1000元 香港商标2500元 欧盟27国商标2万元 美国商标6500元 会计税务 LA而线26875525 高露杰Toto 为保援你的口腔 带来十二大功效 因为我们最重视 是你口腔的健康 高露杰香港及全球 最多牙医推荐的牙膏品牌 灰甲清特别报告 不要让真菌破坏你的指甲 不管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灰甲清 临床实验证明 能有助改善灰甲问题 渗透力强 更方便 更快捷 灰甲清 灰甲拜拜 预约糖破碧灵芝包子 拖步临床证实 或有助稳定血脂 血糖胆固顺 预约糖破碧灵芝包子 今日万宁出位价 195元 千万不要错过 吃了药 又眼睡 又反应问 还开车 后果可以很严重 打击独家或药家的心法例 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 做初步药物测试 和提供血液及尿液药本化炎 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 迹熟违法 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 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 BRAC 要求俄方撤走軍隊 你好 我是劉文哲 明報 前總編輯劉進途遇襲受傷 多個新聞團體組成新聞界反暴力聯席 發起遊行 遊行由記協、新聞行政人員協會 同報業工會等多個團體組成的 新聞界反暴力聯席發起 參與的人身穿黑衣 在政府總部集合 沿緊中道遊行至警察總部 將聲明及早前擺街站收到的簽名 交給警方代表 促請警方盡快緝拿襲擊劉進途的兇手 接訊的警方代表說 警方不容許任何暴力事件發生 而警方與傳媒及市民的目標是一致 就是緝拿震控 而在遊行之前 記協在天馬公園發起密站遊行 密站行動以示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途 以密站五分鐘表達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 大會準備了一幅寫上 對於民眾受害或受損的 但今次在暴力威嚇事件前 我相信新聞界不論你的背景如何 不論你的政見如何 大家面對著這個關口 大家面對著這種暴力威嚇 對我們社會這種威嚇 我相信整個行業來說 這次大家立場是一致的 記憶的聲明說 今次的密站行動 是希望劉進途知道 在他承受暴力之後 其他新聞工作者會和他一起 緊守崗位 無線電視記者 雲南康明的兇徒在火車站斬人事故 增至最少29人死亡 140多人受傷 警方擊斃三男一女 和抓了一個女兇徒 指事件是恐怖襲擊 又將毒分子策劃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 要求全力破案 事發的車站售票廳一片混亂 血跡隨處可見 孩童行李四散 公安和特警趕到現場持槍戒備 將火車站前的北京路近一公里封鎖 圍捕兇徒 又在現場搜證 檢走相信是行兇用的西瓜刀 有目擊者說 見到兇徒見人就斬 我到這裡一看形勢不得了嗎 拿著刀在殺人 你在蹲我那邊跑 我用我那邊跑 那就是他竟然去刷 看著跑在上面 後車頂的一樓 一樓 按著看 按著看 看就出來 然後跑在底下 跑在那個出站口的底下 然後跑轉了 拿著怎麼刷 拿著就換一身 就這樣 就沒辦法 用催淚槍打 催淚槍開了三槍 但是都不得行 實實不足 就兩人 你這兩人之後 然後開始去鎖別 內地傳媒報導 大部分兇徒穿黑衣和蒙面 昨晚9點進入昆明火車站的廣場 和售票廳 一路見人就斬 持續7至8分鐘 現場曾經傳出槍聲 報導說 由血跡分佈分析 相信兇徒在火車站售票廳開始行兇 之後由大廳去到車站廣場 進入臨時售票區 最後四人在路口被警方擊斃 案發之後 大堂響起警鐘 多架警車到場 不過率先到場的警察 大部分並沒有配槍 只有警棍 有目擊者說 見到至少兩個民警被斬傷 近8個乘客就湧到火車站附近的油谷躲避 幾個保安自罰拿著大鐵棍在門口守住 另外也有傷者走入火車站附近的賓館 昆明市政府新聞辦說 現場證據顯示 今次事件是由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 當局一度呼籲民眾不要外出 留在室內 而在昆明火車站發生暴力事件之後 網上有消息說 昆明市其他地方也發生類似磁械傷人事件 雲南省公安廳已經否認指有關的消息是謠言 中央政法委書記 被孟建柱去到昆明處理事件 為問傷者和死者家屬 孟建柱指暴力恐怖分子喪盡天良 必須以堅決態度有力措施嚴厲打擊 無線電視記者封業明報導 襲擊中百多個傷者分別送到昆明十幾間醫院救治 其中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收治的人數最多 超過40人 當局加強醫院保安 傷者分別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 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等十幾間醫院救治 在收治人數最多的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 大批軍警在外面巡查嚴禁傷者家屬以外的人進出 而醫院裡面的氣氛也緊張 有市民在醫院探望完朋友離開 說被裡面的情況嚇倒 我一剛剛一下樓就看見那些全部台子死了死傷的上 全部流血 還有一個人的就是刀這麼長 就是那個插在裡面那個匕首還沒有拔出來 有一個有一個手被砍了 然後全部都是血了 然後我一下來就看見一直一直的進去 起碼是三十幾個在裡面 傷者家屬得知消息之後 陸續趕到醫院 有家屬說親人的傷勢嚴重 有兩個是我老先生 他們死了 還有一個中生 今晚要做生死 人家被罩看見了 人家就說 血淨的肺 人家在車就動生死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 也有去到醫院探望傷者 而當局仔昆明市內開放十個臨時捐血站 呼籲市民踴躍捐血 補充緊張的血液庫存 無線電視記者楊河原報導 新華社就昆明暴力襲擊事件發表評論 指事件再次警醒人們認清新疆分裂勢力的恐怖主義真面目 必須寧容忍懲處暴恐分子 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而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就指 這種喪心病狂的暴行 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 目視基本人權 手段殘忍 對這樣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動 決不能手軟 要堅決打擊 嚴厲制裁 烏克蘭局勢依然緊張 大批相信屬於俄羅斯的軍人進駐克里米亞 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俄方撤走軍隊 克里米亞首府新飛羅波爾 星期五有超過20架軍車出現 車上面都掛著黑色的俄羅斯車牌 之後一天 克里米亞城市巴拉克列亞 就有大批穿著制服的軍人進駐 但他們制服上沒有標記 表明他們是俄軍 而俄羅斯當局也沒有證實 已經派兵到當地 大批支持俄羅斯的民眾 都來到歡迎軍人進駐 有人又拍到 上空有軍用直升機飛過 而基地在克里米亞的俄羅斯黑海艦隊 已經派出裝甲部隊進入克里米亞 加強駐軍安全 並已經進入備戰狀態 俄羅斯黑海艦隊有大約50艘作戰艦艇 25000個軍人 包括海軍陸戰團、防空導彈團等等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六獲國會批准 派軍隊進入烏克蘭保護俄羅斯利益 烏克蘭代總統陶爾奇諾夫下令 武裝部隊全面戒備 防範入侵威脅 又提升核電廠、機場等設施的保安 烏克蘭官員已經要求北約 保護烏克蘭的主權 北約當地星期日會開會商討 美國非常關注烏克蘭的局勢 總統奧巴馬和普京通電話過半小時 指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主權 要求俄方撤走軍隊 又說會暫停參加由俄羅斯主持 即將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預備會 普京強調烏克蘭的俄裔民眾 正面臨實在的威脅 所以必須保護 無線電視機者劉偉軒報導 美國指責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主權 並提出派國際觀察員到烏克蘭 烏克蘭多處都有支持 和反對俄羅斯的民眾示威 更加演變成衝突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相討烏克蘭局勢 美國指責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主權 他又認為俄羅斯應該直接 跟烏克蘭溝通 並由聯合國等組織 派出國際觀察員到烏克蘭 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休爾金 就敦促烏克蘭新政府 先處理好國內的激進分子 而烏克蘭代表 就促請俄方立即撤軍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又跟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要求他跟烏克蘭當局對話 化解危機 而在親俄的烏克蘭東部 多個城市都爆發示威 其中是哈爾科夫 支持和反對俄羅斯的示威者對視 幾百個俄羅斯支持者衝擊行政大樓 他們打爛大樓的玻璃 企圖趕走大樓裏面的反俄示威者 有人受傷 在基庫的美國大使館外面 就有示威要求美國協助 穩定烏克蘭局勢 他們說烏克蘭無法抗衡俄羅斯 希望英美等國出手相助 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道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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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她很好的表現 更看見她的出息的未來 謝謝 衛士金壯新升級 GNC 陪你走每一步 美国No.1 GNC 专业推介 GNC 综合维他命系列 The first full frame mirrorless More full frame lens Now available Sony 走遍世界 你我无分边界 《仁樊曼里拉近彼此距离》 《远离凡辱族暮》 《鱼庄遥阔天地》 《怀抱兴奋心情》 《投入梦想旅程》 Kwony 性景悠 感受完美時刻 觸動真摯心理 增加100% 一天一片 效果持續24小時 戒煙療 全天助你貼走煙人 想吃小支煙 還有戒煙香口豬 預約糖破壁靈芝包紙 拖步臨床症實 或有助穩定血脂 血糖膽固醇 預約糖破壁靈芝包紙 今天萬靈出位戒199元 千萬不要錯過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港鐵發展上蓋物業不夠努力 被問到會否收回發展權 陳茂波說 研究過不同應對方案 但涉及法律問題 現階段不評論太多 還要視乎未來兩三年 港鐵項目的發展速度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批評 港鐵發展上蓋物業不夠努力 過去三年都沒有項目推出 他主席本台節目 講清講錯的時候 被問到將來會否收回 全部發展權 由政府主導上蓋物業的發展 陳茂波承認研究過不同方案 但涉及法律問題 現階段不適宜評論太多 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上市公司 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公用事業的公司 在為股東謀取利潤的同事 亦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當年政府把這些發展權撥給他的時候 是要補貼他發展上蓋 他發展這個鐵路的時候 的投資需要 那個並不是說 要把發展權 要益 益他 令到他能夠多賺一些利潤 他說過去幾年 港鐵沒有推出項目 主要原因在於 跟政府談保地價問題的時候有分歧 當局正是跟港鐵商討 如何在未來兩至三年有秩序地推出項目 至於天鳴站上蓋是否可以蓋居屋 陳茂波說仍然在談 但肯定不會跟港鐵換地 保地給他絕對不會想 如果我有地可以給他 倒不如自己用來發展 過去幾年 落成的新單位傾向大型 中小型單位依然是供不應求 陳茂波說關注這個情況 夏年度賣地價格裏面 有七成半的單位 大約一萬零二百個 是屬於限量地單位 他又相信雙辣椒已經減低境外買家的入市意欲 市場可能會轉移 興建比較多中小型單位 無先電視機仔 吳景進步 財政預算案提出向旅遊發展局撥款 引入立體光雕技術 為節慶活動接入新元素 有製作公司說 表演要在黑暗的環境下 才有最佳效果 政府要先處理好光污染的問題 環彩泳香港每晚在維港上演 這個列為全球最大型的燈光音樂會演 已經踏入第十年 不過到年底 維港的表演可能有新招 政府計劃引入立體光雕技術 呈現在維港的建築物上 有製作公司說 這種技術 七八年前開始流行 在一些產品發布會上很常用 原理是用投影機 將影像投射在立體的物件上 而不是傳統的屏幕 這種技術能夠突顯物件的形態 影像和物件之間也有互動效果 科技的突破 亦令這種技術 可應用在戶外建築 捷克布拉格天文中 六百周年紀念活動 上海外灘的跨年倒數都用過立體光雕 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經驗 製作公司說 維港兩岸的建築適合做這種表演 他們以中環匯豐總行做例子 原件是認出匯豐的樣子是甚麼 然後放進去 再認出我們的影片是怎樣的 然後放進去 很快便會計算到 原來這裏應該圖在哪裏 很快便可以在建築物上呈現到這個畫面 外國有個類似的項目 曾經做過 大概用了一百二十部投影機 去打了整座比較高的大廈 都挺遠打過去 我們看到距離一條河 這樣的距離 再打對面 不過以催灿著名的維港夜色 可能會是表演的障礙 這件事始終是牽涉到投影 投影見光是死的 香港的光源比較 就是光灰燃比較 可能都有存在在 所以唯一要處理的 我看到唯一要處理就是這樣 這種表演成本貴不貴的呢 負責人說一些硬件 好像是投影機 由十幾萬到百幾萬都有 有數得計 不過去到內容策劃 如果要做到很高水平的話 費用可以達到一千萬 無線電視記者 羅陽安報導 美國蒙大拿州發生雪崩 淹了房屋 三個人一度被困 事發後大批救援人員趕到現場 不少居民也自發協助搜救 蒙大拿州一處山坡 當地星期六發生雪崩 附近幾座建築物被摧毀 三個人一度被困 包括一個八歲的男生 他們之後被救出 送到醫院搶救 美國西北部近日持續落大雪 東局提醒民眾要提防雪崩 好 迪北男子網球錶賽 費達拿在決賽反勝貝迪志 第六道贏 六三的費達拿和在四強贏早高位一樣 來到決賽都是先輸一盤 這球這麼漂亮的正手是第一盤小友的場面 更多的時候是好像這球一樣正手打出界 第一盤比捷克球手貝迪自贏局 贏局數6比3 費達拿落後盤數0比1 不過之後兩盤以前的費達拿就回來了 迫到貝迪志這球拿得太盡出界 費達拿贏6比4追平盤數 決勝的第三盤同樣是費天王的天下 把握到第三個決勝分 贏局數6比3 反勝貝迪志盤數2比1 過去十二年第六次贏到這行賽事的冠軍 亦是他今年首行錶 無線電視記者流顯快報道 看完天氣 預測是大致多雲 能見度較低 以及有一輪陣雨 吹和換冬風 風勢逐漸增強 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 朝早清涼 現在的氣溫是19度 相對濕度88% 紫外線指數是0.6 強度屬於低 環保署公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 路邊監測站是中 正監會有周末住博室 政府正是積極著手本港廚餘的問題 例如好像會興建五至六個廚餘回收中心 減輕堆填區的壓力 究竟甚麼是廚餘再生呢? 今天我們請來一間環保公司的負責人 黃寶文先生為我們講解多些 Gary你好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甚麼是廚餘再生呢? 我們用我們的菜盒 或者人類食證的東西 可以養豬 然後養豬的糞便用來養魚 養魚 然後魚塘的水用來種菜 做了食物生態循環 這是一個基本的廚餘再生的理念 其實這個運作系統是怎樣? 又可以再生成甚麼呢? 一般最基本的方法 就會用廚餘 將它撤水漢缸 會變成種植的肥料 又有人會將一些廚餘 發酵 去養植一些昆蟲 用一些蟲用來養魚 亦都有用廚餘發酵 將它變成甲圓氣體 甲圓氣體再發電 亦都是最近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理念 當一公斤這樣計 我們需要六秒鐘破碎 水渣分離 同一時間已經加了一些有用微生物 進入去進行發酵 然後拿去打粒機 打成粒狀 那就已經是餘糧 每小時每一部機 可以大概處理450公斤 如果以百個小時計算 大概是3.6噸 其實外國的廚餘處理水平 去到甚麼位置 過往的二十幾年 台灣在廚餘處理方面 是做到比我們整個亞洲裏 差不多是最先進的 已經可以將廚餘分解 做一些營養素可以重用 即是變回維他命 當然他們有先天條件 因為台灣是一個農業的國家 他們可以製造很多很多的飼料 或者是肥料 還可以幫助農民去生產 本港每天的廚餘 現在是有多少 大概是三千多噸 其實那個數字 我想跟實際數字 還有些相距 如果我在飲食業界 或者跟現在有很多不同的階層 去知道的時候 可能數字會差不多近四千噸 其實我自己看 以及計算數的時候 我們香港如果要真真正正去處理 我們香港自己的問題 而不影響這個堆填區的時候 最少我們是要有二十至二十二個 這些超過一百噸的廚餘 今天感謝Gary跟我們分享 令我們認識更多處理 下集再見 我們是掌握在一起的 專業經紀大路 手握倫敦駐紮難途 歐洲大小窩一層 七百多呎有一大堆 上車款三千多呎 不算是有很多款 上樓換樓亦有三萬呎大窄代租 好運市區郊區 選到適合你心 wiz 倫敦看樓團 今日閒4點 高清比稅台 7歲之前 是每個孩子最重要的成長階段 所以雪印Nutratec配方 100%遠之自然之國澳洲 全面的營養家保護 讓寶寶踏上健康旅途 成長路上 留下雪印 雪印斯敏兒斯敏傑 小朋友花很長的時間 在書桌上應付功課和考試 一些根據人體工學設計的兒童卓椅 可以配合他們的身高手長 調教適當的高度和斜度 另外座椅就可以調節高度和深度 這樣對小朋友的脊椎成長 在書群中 在書群中 在書群中